有到李昆宏議員時間五十分鐘李議員請 會說我們當民意代表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和起伏條件這麼高 條件這麼多 當然民意代表知道會向專民改稅 調漲地價稅不需要經過議會的同意 市長也說過調漲地價稅是合法的 我們姓也相信合法 三年調漲一次當然合法 不過就一次調漲太多 市民無法投資業 這請求吃毛費一樣 你慢慢給他 他會上癮 他不會覺得你調漲這麼多 你一次給他吃太多 一次就死了 所以這一次調漲地價稅 在永康是調漲最多 但是永康調漲百分之七十一 兩百萬 所以永康很多的市民 會找民意代表 他們說民進黨的議員不敢反對 你們大家知道的 你們不敢反對也沒有裏 所以就拿來說要怎麼 議員要怎麼處理 那本市只能告訴他 就去繳吧 因為你有土地你走不去 還是要繳 所以明年的 地價稅是連結合股 也要財產的 地價稅是連結合股 這次都會分了 大約 但是永康還是調漲最多 以本市知道 所以地價稅 房屋稅的調漲 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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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前陸在亞說的 沒有就增加幾千塊幾百塊而已 但是所有的行業都影響到 比如說永康這麼多工廠 工廠的廠區很大 計價稅當然要繳很多 廠房也很大 也要繳很多 情感人業的身份 然後一些租房子的 不管是店舖還是站在房東找不到人家去 我好地價稅調整 明年房屋稅又調整 就利用這個機會調整房屋租金 這樣是不是對這些租房子有更加一個負擔 所以這個問題只需要再說一句 說也沒好 香港也沒好 三國時代 諸葛亮 上書 後卒 流產 阿葡 出書表 有陳出書表 後出書表 後出書表 前出書表是說要阿葡 新閒城元小人 後出書表是要表達諸葛亮對 屬國的中心 對台南市 對熱市長 要鞠躬進翠 適合獲營 沒有這麼嚴重 也不必要 也不必要 只要所有的員工都忠於自己的職守 忠於自己的工作 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然後後持表還有一句 局長 你還知道嗎 你還不知道還有一句話 本時覺得寫得相當好 很簡單的一句話 跟議員報告 因為後出師表裡面其實 最主要是 就是諸葛亮他很懇切的 希望就是告訴皇帝說 他已經盡了全力 但是最後到底能不能一統天下 這個不是他可以預見的 好 您請坐 是 後持表還有一句話 不知所云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這句話到現在還很好用 還很好用 合併將近六年 本時在議事堂上 所說的 所建議的 不知道是本時持不答應 還是 要表達得不夠清楚 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 好像是不知所云 不知道本時在說什麼 然後相關單位 跟本時回答 本時也不知所云 是不知所云 所以很多地方迫切需要的 本時在議事堂上 不會講廢話 跟我們祈福建議 到現在 將近六年 有的還沒有任何結果 有的還沒有任何結果 還在原點 所以 所以 記得小時候 孫中山先生 國文課本 孫中山先生 有一則 一則 孜然行義的故事 應該 跟本時港年級 應該都知道 不管孜然行義 還是孜易行然 你如果沒有去做 就是知道 你會變成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你去做 你就會知道 你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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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很容易的事情 把它做得很困難 很簡單的事情 做得很複雜 那 市政推動會很容易 會很容易 以下本時 就是要說 不知所云 要說這些東西 就是要說就會 你去做 你去做 因為是要去做 你去做 你去做 這些事情 就要說 相關 你去做 急急速透天住宅 管理知識條例 以前陳秘書長也跟本市說 這是可以制定的 不過也沒有 到今年書局長上任 要解決啊 不是很簡單嗎 很簡單就要解決 都市計畫內農業區 地務建 核發 公務局核發 經濟 使用政府 也是沒有解決 也是沒有解決 我們在公規那邊 集營地使用規則 跟財產室 室友財產管理知識條例相抵觸 應該要修改 公規那裡 以前公務局也是不了 但是 書記長來了 就解決了 這不是很簡單 沒什麼困難嘛 就是要做得不好 行與不行而已 當然我都說不好 我也要說好 這一次 定期大會 交通局的工作報告 本市有反應 到完交流到通車以後 要說參選這個問題 那公務局 交通局就反應很快 兩三天就通知現場會堪 而且也解決的問題 都先說好 都先想好 去現場做解決 而且還找 車子比較多的時間 下午4點多 交通局 這交通局要給他肯定 因為有用心 找這個時間點 兩三天就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應該要鼓勵 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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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來幫都要去解決 其實這條路 再去解決 現在有了 做了 期間的問題但是有做 做了就好 不過本書要說才沒做的 永潭國小 農潭國小特航分校 本書也說很久 講到現在還回到原點 當然這個私有地主 他不是說我一定要偷走回來 但是你要有一個明確的答覆 因為這些偷地 車行分校已經五十幾年 民國五十幾年就有車行分校 不過現在地級重測 這些地主有偷地 偷地觀眾 而且還在繳地價稅 他們只是要一個清白的交代 但是從正邦鎮局長到現在 又回到原點 從社會局以前 那是永康特航所 到教育局 又到永康區公所 到農潭國小 這樣撒過來撒過去 已經撒五年 所以幾年 這不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 到現在 教育局是說 這個房子 建築物 是委託永康區公所管理 不會跟 建築質 olmas 這些老舊建築物 都五十幾年 要拆除都可以 没什么建筑物的问题 但是土地龙潭国小说 以前有曾宋明过户 政府在哪 永康区公所回答说 这些政府烧掉 本身也觉得很奇怪 以前永康市公所档案回修 是在民国90年 专起床那缸 本色董蒜冻要就是灰烧 但是灰烧不是整个idas是灰烧 是把固定的平正丢到地上一堆 放汽油烧掉 那是民国90年底 本色董蒜請抖 唱一些 跟本色说明白 但是民国97年 永康国中也有私有土地的问题 在校园以内 我們要求永康國中派人跟永康事工所 主計人員利用兩個休假日就找到憑證了 但是英康公所現在回到的就說 那個平靜收掉了 回休是90年 我們找到平靜是97年 那這個問題就這樣推來推去 甚至起伍說你叫這些地主 你去購取付哪有這樣的 那這個問題不解決 問題是人的很簡單 既然找不到那就該怎麼辦嘛 是不是 也抓到撒過來撒過去 再來 這個問題市長應該很清楚 民國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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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一百年的老大 就跟本席來見過市長 這也說過有關我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大灣的古寶路 本身是關注民 所以知道 这边全部里面的计划道路都没有打通 从大湾路到大湾东路 大湾国小到大湾一街这边 都是老旧部落 接触相当的密集 里面是行 应该要都市更新 但是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只要把他的道路打通 就可以让这个地方 重新有一个生机 这一条道路 大湾三街七十三项 大湾三街 大湾二街打通了 但是家 这边还有一间庙鱼一个市场 四千多万 这一条大湾路 三十八五十七项 也是四千多万 但是现在退额囚集市 竟然有一个问题 这一条也不要打通了 这一条也不要打通了 因为这个所在的庙鱼 这些都扛地 这些土地都扛地 你只要把这一段打通到大湾路 你只要把这一段打通到大湾路 这样一条就通了 只有两千多万 这一段 这是让地坑有一个生机 有一个机会 市长您要回答 感谢理议员 因为原来 两条加起来八千多 经济有更大 这次理议员 如果说头前这一车 就能两千多万 发挥好够 那我们明年来编练 好 谢谢市长 谢谢理议员 再来 这条大湾三街 大湾三街原来 本时是希望 把大湾三街打通 因为他们要先去的房子 都已经退缩掉 不过信我到 电线跟还在那边 信我到还是三四米而已 另外一个 大湾路三百五岁七项 这个部分 空在清晨这个部分 这边就不管它 就是出口那边 两千多万出口那边 那边打通了 这就都通了 好 谢谢市长 再来 这本事公信局 主十八次十八之一大陆 后华三街的开庭 以前吴总统局长 本时也做建议 刚在开庭的时候 因为这个所在 是二王公墓的一部分 这些地址 这些地址跟其他都不一样 小孩的时候在这儿 在这儿习乎 在这儿习乎大了 然后当市长在这边 也签了四次的公墓 大家加的投资 所以在开庭的时候 就跟吴局长建议 他也不了 这是平时 平时 这个党土墙 就会准水 没落后 几个过去没落后 就会准水 这一次 没击台风以后 整个都死了 因为怎么样 里面都是垃圾 本省 跟吴局长报告过 这本省不清 你这个沪坡 绝对挡不住大雨 真的被本省讲到 没击台风 一来就跨了 来 继续 现在 现在有在处理 这是刚崩塌下来 因为这一条道路 在施工的时候 在对岸 就崩塌一次了 四天一半 尽管的步道 跟排水锅 全部断落下来 本省也在这里讲过 但是本省好心 没有上媒体 然后本省 告诉他 这边下面都是垃圾 结果都没处理 总的像是顶管 扭起来 炒扭起来 步道 顶管的步道 路灯排水锅 还是坐在上面 现在整个都塌下来 相片看不清楚 再继续 全部都塌下来 落后落多久了 落十几天 本省到现场 那个泄水孔 像大排水锅一样 水就穷 继续一穷 因为下面全部垃圾 富和山这个工程 因为这里的本省 变更设计 只有这条路的本省 有拿起来 两边都没有 就四千多吨 就是英雄区 一天的本省 要选择 车 五十多月 都担在这 那量有多少 追加了两千多万 但是经费还有 这是营建所补助的 是我们两边的本省 都拿掉 地狮现在 做好 落后来 整个都帮下来 整个都帮下来 那现在该怎么做 因为这些土 一本相当清楚 过去的老一般 这根本没有垃圾 它有水也不会 不会粘在一起 就是老 就是老 所以在一百年龄的 合并以后 中校东路 西边跟山鹤里那边 有牵涨了 牵涨了一部分 那边才落差 一点多公尺 一个落后 所有的土石 这样的刷 流入山河社区 流过那几个 因为 没有做好预防措施 威士地自用公文 千四遍公文 在富华旁边 落差 十五十六公尺 这边 牵了以后遇到台风 如果没有做好防务措施 那就糟了 十五六公尺 整个土耳垂了 富国富华社区 就完蛋了 但是 何改在五则 所以这个地方 要继续 这都 继续 在这个地方隔壁 富国富华社区 我只是讲两个例 在富华六阶九十三项 三十四路 加上面就是 落差十五六公尺的 二王公墓 这一次 台风 旁边的党主墙 都已经崩塌过来了 都撇起来 来 继续 这边是 富华六阶 隔壁向 九十三项二十路 也是同样的 所以这边没有解决 一后又发生 很大的问题 但是以前讲的 没当一回事 以后 还会发生问题 继续 还有一点 水利局 水利局 您请坐 永康区永河段660第一号 废盗的问题 就在厄王公墓旁边 一只十几米的既成岛楼 因为过去做不到的 办理废道 办了两年多 本性也就是 真干单怎么办了两年多 回复到国有道路用地上面 私人土地要归还给私人 不过那条排水溝 办了两年多 废道都通过了 这条水溝要改 改去国有道路 不过工作不尽 私人土地说我自己开 我自己来做 不过要做 还推给水利局 还要水利局同意 我是跟永康区公所说 这不是主要排水 也不是区域排水 是要水利局 这应该是公务局才对 这是既成航桌的一条漆架 这都没聚乎 为了药公问 结果要改这一条排水溝 还要水利局通过 我跟水利局长报告过 这不是你们的工作 不过永康区公所 撒给你们 你们还要撒倒回去 现在还撒倒回去你们家 就像刚才本时所讲这些案例一样 就撒来撒去 一个撒就四五年 局长你说这怎么办 跟艺座做一个报告 就是应该在工作会议 了解这件 我们就冠近接工所 做那会刊 进幕前已经确定了 就是工所来接受 这个申请案 工所都没有会刊 就是由工所 就是会刊以后 就同意四人 自己更改这条测钩 对就是这个申请案 由工所这边来接 接这个案子 不需要选业局 也不要公务局了吗 因为它是比较小的 好好 请坐 这样就结果了 但是也等很久 飞行新村 这是本省 正103年8月22号 我们文化局工作报告 本身提起这个问题 到现在两年多 这两年我来 如果本时今天要作秀的话 会穿一件黄弹背心 会穿一件黄弹背心来 上任警察局陈局长 我也跟他报告过 如果本时有任何意外 第一个就针对飞行新村来办 现在黄局长 我也跟你报告 这段时间 外界所有的 本时的压力 包括威胁利用 很多 到现在都还有 到现在都还有 威胁利用 本时不是夜市文 也有 食材的市民 就 食材的市民 还要找本省 要求我拜托事情 结果来的是 一个不认识人 跟远雄有关的人 所以本省也很怕 反正哪一天 来要找我 找我 一下就完蛋了 但是本省不怕 不用怕 飞行新村 这个地方 为什么本省会一直坚持这样 永康两个遗址 一个牛丑组 那网疗遗址 在永康公园里面 一整开发的时候 本省就把它保留下来 但是这个地方 当初 要办理都庚案 没有注意到 这边有文化遗址 但是在103年 不认识提出 还有到现在这个进度 到现在才有这个进度 那后 遗址審查委员会 审议委员会 他建议说 这边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从史前文化 一古时代到战后 都保留得相当完整 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 希望保留下来 不要开发 但是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任何回应 我不知道 想要做什么决定 您等一下 原台南是鱼市场 原台南鱼市场 整个两边 要决定保留 那 您请坐 文教局长 我们原地台南市市市场 有几年 什么时候的建议文 它是日本时代的建议文 您请坐 不过我去原报告 那个部分 我从两家的创民会里面 我都说得很清楚 它目前并没有通过文资 审查 有一个文化资产的新闻 是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到什么进度 那所以现在到什么进度 飞院这个六甲庭文化遗址这个部分 当然感谢议员的提倡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刚才议员说得很清楚 我们跨省议委员会 有历史建筑 常古迹的省议委员会 常文化遗址的省议委员会 所以我说这个部分 我们对文化自审的心中 听到可以直接看出来 您请坐 胡局长 所以我接触这个 业局长的这个部分 因为在6月21号文资审查会开完以后 7月初把整个记录给我们 那因为这里面就有包含了这个 已经确定的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 也有包含部分是属于扰乱区 也就是说它是可能 不一定 有完整的身份 但是它可能日后会 因为工程受到扰乱 那所以我们是依据这一个结果 在7月份就正式发文给远雄 希望他照这个文资审查的结果 重新提出他的一个修正案 那分别在9月10月 再正式两次邀请他 一起来开会 并且告诉他 这一个文资审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希望他尽速提出来 最后的一个修正案 当然如果他一直不提 我们就会正式在都市更新委员会里面 提案退回他的一个申请案 那这样的话 要因为双方是一个合议制的 在他没有 在他没有正式放弃之前 我们当然依法是要求他提出来 依照规定合约规定要求他提出来 可是如果他拒绝一直不提 那当然我们就依照合约走 退回他的提案 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让整个案子会有一个紧述的一个结果 好 您请坐 因为飞燕新村这个地方 在六位古迹跟历史审议委员会 跟整个两个历史建筑 认为里面的油槽跟控制室 是原来飞燕新村里面传言通讯所 历史建筑的一部分 跟整个反而又扩大 所以飞燕新村这个地方 对那些民众也希望 希望可以留下来 把它改成死基公园也好 因为六甲城这个地方 是阴空交通最複雜的地方 最迈的地方 本身对远雄没有意见 对地方的发展也没有意见 不过这十一栋二十几层的大楼盖在这边 除了交通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败罪的问题 地方几乎是反对 所以本身希望 有一个结果 将这个地方保留下来 这是地方欢迎的意见 好 继续 在合并以后 一百年 市长曾经问过本席 永康重大的建设在哪里 现在本席要告诉市长 这个地方 是永康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地方 从北边泡哮的驱断征收 加八十三公顷多的泡哮 驱断征收 到过来 二王公墓 包括桌边 本席建议的驱断征收 有三十一公顷左右 再过来 京州二村 眷村改建 剩下一大块的空地在这边 对面是永康高中 永康高中北边 还有水树原局南区分局的土地 应该是国有土地 那永康高中的南边 京州九村 现在也拆得差不多了 再过来是南部地区补给库 往寮北营区 再过来 平时营区 市地重化 所以这一段 这一线 以本席的了解 本席对永康的认识 这应该是英康未来发展最大的所在 最有潜力的地方 而且永康会淹水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淹水 因为这是台南台地的开始 加雄关 往西到原来台南市是慢慢下去 往东是大湾第一地 所以大湾会淹水 这边不会淹水 那北熙要讲这边 重点当然是二王公墓 二王公墓 来 继续 二王公墓 包括桌边 现在这是区段征收 永康都市计划第四次通版检讨 这个地方 三十几公顷 本席 要跟市长建议的 刚才组十八日一道路五共贵 这一段 这是富亚三街 这条档通了 但是这边跟这边 落差十五到二十公顷 这边都是房子 都是住宅 这边是这么大 然后这条组十八大路 还没合并以前 已经增收三分之二 剩下三分之一 就到富国一路 这条大路打通 十二米道路 可以解决 都家 这边 落差十五公顷 十六公顷 崩塌的问题 把二王公墓 跟这边住宅隔开 而且 这一条主要道路 也可以缩短 所有 行车的距离 所以剩下三分之一 还没增收 这条路 如果怕通 该关所有的问题 该关这些所谓的问题 而且 这一段 二王公墓是一个瓶颈 上几天 听说民政局 有要求区公所 存在没前种的这个部分 要查过 公有土地上面的公墓 要多少经费 有这个问题 但是 本市跟你建议 还没签帐的部分 里面有零星的私人目的 两倍三倍 你只能签公的 这些输的都会崩溃 自我们公墓 你没做一遍签 你只能签公有土地 上面的公墓 那私人目的 一定不能够保留下来 这些输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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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惡王公務本時建立都發局辦理 去南政說 在永康都市計劃第四次通版檢討 但是我們英康第四次通版檢討 不知道現在進度到什麼地方 還有您等一下 本席也建議 你們整個第一次公佔 把還沒簽帳的這些公墓 都規劃為主宰區 然後以前本席簽帳的十幾年的這些 把它規劃為公園體育場用地 如果你去南政說 馬上把它做好 馬上就要飆塑這些土地 這是夢帝 本時也曾經請教過局長 你要飆塑這些土地 要不要注明它以前是墓地 你說要 如果夢帝要飆塑 該做主題曲 不是說到半天說買不貴 這就跟柳營路營一樣 路園 路園前面那些住宅 那些店鋪 那不是路園殯儀館在那邊 那個房子沒有人不買 所以這一次公展 我看第二次沒有公展 我看第二次沒有公展 這邊也沒有改變 這是永康都市計畫 第四同盤檢討裡面的區段徵收 局長你回答一下 好 感謝宇宙 因為開始把這個 二王公盟這個地方 徹底重新活化 可以解決英雄市中心 很多發展的問題 包括剛才宇宙說的交通問題 我們不僅僅做二王公盟 我自邊的農業區 還有未開發的學校用地 公眾用地 還有一些不通的路 最後是全部包進來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這一個 整體開發以後 其實會給永康各王地區 還有包含這一個小東路周邊 會帶來新的一個機會 那其實整個區段徵收 我過去做了很多困難精修 我怎麼去做報告 都到公盟幾乎都是必然的 因為通常都從都市的周圍開始 所以包括我做過的大樓 南科 還有包括其他的地方 其實都有大批的墳墓 我覺得是說整個的土地 重新活化以後 其實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感受 就像你開闢了這個壘球場 也給市民不同的感受 所以未來的區段徵收以後 它其實都會帶給市民不一樣的感受 我們不必然一定要刻意去提起它的過去 因為整個我們整個公墓千丈 是會徹底把它土地清除 填附上新的土 讓它變成一個完全可以方便利用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像你過去開闢的那裡 市民不會再去記得 它是一個曾經是這樣的一個過去 局長 但是 你這邊現在有的公墓 你區斷這個地方 擁搜以後會變成住宅區 大部分是公地 你要標壽吧 你標壽跟明雅駐民前之間是目的嗎 其實是 都市計畫它就是住宅區 未来它也会是住宅区 我刚刚跟议员报告 就像我处理过大桥 我也处理过四五百座 我也处理了四五百座 可是不会有居住上 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因为整理以后 它是不一样的感觉 大桥区段正说 那会佛节 那会地节 跟这边完全不一样 跟这边完全不一样 这边以前本市千公目 有住在那里面三层 市民机器也要 搂到三厘六 三米六 要挖到三米六下面 因为这些土地都没得住 所以这是百多年的工程 新种的住在那里面 挖到三层 所以你区段正说工程 能够挖干净吗 是可以挖干净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可以挖干净 所以你说 大桥国中驱乱证说 跟这边脱去不一样 所以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 希望会静起 所以不挖地 上面说 你不要把这些 公墓 盖成住宅区 你如果从前面这 有原来的公园预定地 在这边的农业区 加在停车场这边公园预定 你把它改成住宅区 没问题 因为那没重过 那没重过 因为都在桌边 跟山河里这边的农业区 在同领国旁边 同领国旁边 这一大块的现在的果园 所以医院你看 我们也是把它规划为住宅区 没有错 旁边的农业区 基本上都是规划为住宅区 旁边的农业区 你现在看到狭长带的 那个都是原来的农业区 但是在南平这个部分 本时倒是有意见 你梦不好 你去乱争的时候 谁做好谁要 我跟你讲 少许人 少许人的官僚 也要考虑一下 好不好 好 您请坐 再来 永康新市铁路地下话 现在已经报交通部了嘛 局长 您解释一下 跟议员报告 这个案子我们非常重视 去年已经报交通部 第一次 交通部有一些意见 那回来以后我们再修正 那最近我们修正报告也完成了 所以我们最近会再报 第二度再报交通部来争取 好 您请坐 依照现在的规划 到永康 是地下话 新市这段 是高架 那上话还是平面 就没有改变嘛 上话这一段没有改变 不过 在永康龙桥街 宜北 宜北 已经有一部分是高架了 在阴空界的部分 那从龙桥街到大桥车站 阴空的梯楼 七八公里 那村的村 这可能村 五六公里而已 那如果 从这边是地下 到龙桥街要高架 你不能一个就 搬起来嘛 也有一段距离 这样本市导师认为 那请有一截云霄飞车 同样 落去 再搬起来 而且 当初 柴头港西在整治 在大桥车站旁边 圣公女中旁边 当初 柴头港西在整治 那两边 那安全措施 是订了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因为 这两边 所有的建筑 都很靠近 台路港西 所以这边的安全问题 如果你要 弄而已 安全措施以下 要弄很轻 要再够很轻 人家又跌起来 如果要弄这么轻轻 跌到永康车站 差不多了 坡度差不多 不会太陡 但是到永康车站 过去还有多久 还有多少距离 也差不多一公里 你看 就到永康车 刚才先两个 就傻出去 以后小朋友 可以去坐这一段的铁路 像云霄飞车 是不是 因为在 台楼港西这个部分 跟中山高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在大城旁边 原来在兴建的时候 因为这里有一个高速公路 两边的集装都打在铁路旁边 都在铁路旁边 你如果地下化 这些高速公路以铁路顶管 这个寒洞在集装 会不会受影响 在这次送交通部的评估报告 有科路就这不 当然要做高架 高架高速公路是一个问题 本市导师认为高架 只有高速公路的问题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一个报告 因为这处收盖了 送交通部的交通报告 本市也没看过 我都没看过 GMC五中 台路同市 跟高速公路 在铁路 这一个下面的基础 考虑在内 有没有考虑在内 这个评估报告 跟议员报告了 那的确刚刚议员讲的这些 在工程上 都有它的问题 不过我们在这个 整个报告研究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有邀请铁工局的专家 再加上一些建筑结构的一些专家来参与 那现在我们提出来的这个 就是永康地下化 新市有一段是高架 然后到上化平面 这也是他们铁工局跟铁路局 他们一起建议的结果 那是大家的认为共识 那换句话说 在工程上面 它是可行的 当然可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它是可行的 所以我想这部分 再跟议员做个报告 我们现在送到交通部的版本 还是维持永康地下化 而新市这一段高架化 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您请坐 永康自办一一六七四地重画 不许有两年 两年工程进度 以前的003局长 去年是红局长 今年初 都给本书回答说 工程进度是75% 去年75% 今年初也是75% 到目前为止 工程进度多少 我跟议员报告 讲70是在查验中 查验中 当然它有比70还多 80的部分 但是70的查验还没有过 局长 因为你现在置办师弟从 已经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还没有合并以前 就应该是六七年了 七八年 蛮久的 所以这个置办师 从我到现在十几年 只有进度 这个效率 一般人告诉我 含七月半坡 多了秋模英菜汤 秋模 所以很多的地主 他为 为经济好 等到经济不好 等到经济好 现在又经济不好 所以 他这些地主的权益 本时 以前跟林内山局长 谈过这个问题 我也跟局长谈 地主的权益 因为时间这么短 这些地主 无法都能出闻 这些土地 原来 从外以后 原来 在永大陆旁边 现在是公园用地 这些地主 要给它本地都要 然后是工程品实 还有施工的期限 到现在为止 那些桌子还没铺上薄油 都压不住 只是那些土地围起来 但是道路还是原来的样子 要到等到完工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请局长 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这些地主的权益 是不是在给局长麦克风 配地前的准备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 一方面配地的部分 我们也会给他吹办 另外一部分工程部分 我们也会给他吹办 双方便都会给他注意 好 谢谢李昆宏议员的市政董事顺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历城市长 市府秘书长李梦叶李秘书长 我们这个局局长的局处司长 还有还有这个议会 我们本会当年的出席 还有感谢我们 有会媒体记者神经 的采访报道 还有还有电视机头前的 鄉亲事业的收看 今天你的这个议定 最后到此结束 会保一点半继续 来进行联系 深夜100空人的年度 电影中午算案 以及复书机关有算案